据出权威象征 联国币也要改版 现传出目前新台币中 有蒋中正肖像 只有1元5元 旧版10元硬币 还有发行量不大的200元纸钞 若全要改版 光铸造成本就预288亿元 央行自己说 如果要换钞的话 要500亿年薪人 一个月可以给他多1万块 一年我们就可以 一年12万 我们就可以帮40万人 也有媒体取得央行内部评估资料 点触倘若全部换 估计要花费346亿 国币全面更新 更是要450.51亿 不是外传的288亿 我觉得是没有必要 让国家的钱 花那么多钱 就是只是把一张纸 换成另外一张纸而已 央行忙着撇清 现阶段没有任何改版计划 但还记得央行总裁也说过 要编10亿预算 增量发行10元硬币 我最有了解 就是那个娃娃机 娃娃机的那个 非常顺行 社会有需求的时候 我们就一定要应 应社会的需求 而增加它的发行量 此举被促爽会拿来大作文章 强调如果夹娃娃机 可以有正当性 那为了转型正义改版 为何不能有正当性 也被蓝绿立委痛批 拼经济较实在 现在真的是拼经济比较重要 让人民有感比较重要 那对于去除威权象征 我觉得可以慢一点 不用急 这一次的东厂事件 是重伤了民进党 出展会到现在还不知检讨 使用报复式 报酬式的正义 一场换壁风波 引起政治口叫 但小老百姓还是比较在意 能不能吃得饱 东西台新闻 于群黄富翔台北报导 对于群黄富翔台